Vodafone萬億想賣半邊仔 聊天、WhatsApp、上Facebook 除了一部手機 都要電信商 provide service 才行 電信業不止好賺 公司更好貴值錢 1990年時 英國的Vodafone和美國的Vorizon 共組Vorizon Wireless 分別佔四成五和五成五的股權 現在它已經是美國流動通信業的龍頭大佬 Vorizon一直想買斷它 不過就和Vodafone談不成數 最新消息說 這兩間公司就囂張去向談判 Vodafone想以千三億美金 將去大約一萬一百多港幣 賣出手上的股權給Vorizon 不過文稅Vorizon覺得最一千億美金 兩者插成三百億美金 即是大約二千三億港幣 遙境件數看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話實話 Smartphone上網發展了好幾年 電信業的前面還有什麼警示 不是說真的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霸禍的階段 因為資訊方面 仍然是相當發達的 2G轉到3G 3G轉到4G 一直過速度 不斷增加 各個領域 其實對於通信方面 都還想有個需求 你現在其實那分透率都不是一百百百百萬人用大 有很多人都未用 那些應用上的 他這些程式越來越多 所謂社交媒體的影片 都現在除了WhatsApp之外 最多了Vhack 跟著有Line 又整 說未來手機網上應用會越來越多 電信業還要大大恐嚇 如果單調的成事的話 將會是繼二千年Vodafone 已過千億欧元 收購德國電信公司以來最大眾的收購 不过自从买了回来后 估计危打压了三年 到今天仍然上不回高位 有时 Verizon 成功修载 Verizon Wireless 不知会不会报它后陈呢?